疑染新沙士31歲男醫院隔離 伊麗莎白醫院收到一張疑似新沙士公案 一個31歲男人上星期日開始咳嗽 他星期一至星期四曾經去過沙地阿拉伯 回到香港之後出現發燒和頭痛症狀 昨晚入了伊麗莎白醫院接受隔離治療 他老婆亦在星期五出現咳嗽 雖然沒有外遊記錄,但亦需要隔離 懷疑個案今日會有化驗結果 消息說屬陰性的機會較大 吳衛生署發言人既強調 香港直至現時為止 都未有發言人類感染新沙士個案